嗨,大家好,我是大飞 我现在位于巴寿县方达镇 现在天在下雨 我终于找到露营地了 给大家看一下周围的环境 这个牛掉在这个浴曲河里了 刚游上来 好像是对过的牛 好像还有三头还是四头游过来的 这个牛真厉害 刚才听到牛叫 我一看它上来了 对面还有几头牛没过来 可能这个牛也要渡河的吧 前面是318过道 是巴寿县的 然后这里是邦达镇 我现在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非旧的修理厂 然后这是一个住宿的地方 这是里面好像是有很多床呀 什么应该是一个旅馆之前 这个旅馆好像已经废弃了 里面没有电 没有什么的 我的行李 还有车全部都在这边 这房间应该是他们之前自己用的 已经废弃了 玻璃什么都坏了 这里面是一个住宿的房间 全部是 现在天已经很暗了 到那头 全部之前看这个样子应该是一个旅馆 这边有床 很乱乱七八糟的 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只剩下床了 看这边的情况 还有被子 里面的 里面的垫啊 什么全坏了 这里有叉刀 电好像是已经全部断了 之前是一个横倒的旅馆 现在好像是废弃了 这里面还有洗手间什么的 应该很确定 现在这里应该是一个旅馆 不知道 飞起有多久了 看样子里面装饰还是挺豪华的 应该是废弃了好久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乱成这个样子 有一些魔女啊 轻女啊 然后路过的时候可以在这里扎营 我感觉这里还是可以的 再往里面看一下 好乱 哎呀 这样荒废了好可惜啊 这里应该是有人住过之前 哦 这里面更乱 乱七八糟的 哦 我知道了 这里是以前国家电网的 禁止收烟 有害身体 这里是国家电网的一个办公的地方 现在已经荒废了 里面全部贴着国家电网 这里应该是他们之前办公地点 他们应该是已经不用了 荒废了 其实这里可以完全改变一下 做一个旅馆啊 什么挺好的 做一个轻旅 浪费了好多东西 今天晚上就在这个房间休息了 这里还可以 有过来的旗友啊 或者是旅友啊 可以到这个 可以到废弃的这个房子这里露营的哈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明天见